不管你今天是要猜拳是要解映是要呼吸还是万劫 只要你有办法创造出一套成功的战斗系统 你的作品就可以一飞冲天 而99在这其中都绝对可以算是数一数二成功且具有影响力的案例 嗨各位我是尽穿一对的99的奇妙冒险 本频道当初之所以能够起飞的最最大功臣 而现在时隔三年99第六部《十只海》终于是要推出啦 相信这波动画画又会劝进大量新的99粉丝 所以说为了迎接这个新世代也为了所有新养难耐的99迷们 今天的影片我就要来告诉各位该如何入坑又或者推坑99吧 OK那开始想要声明一下这部影片的内容不用说会非常非常的浅 也不会包含任何可能涉及剧后的剧情讨论 好的三而一我们开始之前 我要告诉各位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感谢BooCorker第N次赞助本期节目 是的日本正版授权漫画清小说最丰富的电子书平台 BooCorker电子书 向来是动漫创作者最好的朋友 即日起BooCorker将展开2021畅销金版活动 只有有在榜上的作品无论是排球少年 无知转生 练剧人还是进阶剧人等选书都是79折起 12日2号到3号还有全馆77折最低69折 满领券1200县折120的活动 其他热播中的新翻例如86不存在的战区 国王排名 世界顶尖暗杀者转身为一些贵族 在这里也都可以找到 一个会员账号可共享7个不同的装置使用 所以你完全可以揪你身边的好宅友们一同加入 用1.7的浅钱享受100%线上阅读快乐 重点现在加入新会员首次消费不现金额都可以想79折优惠 注册还能免费领50元抵用券 我已经把领券的连结放在留言区还有资讯栏了 有兴趣的朋友们快加入BooCorker的行列吧 讲到99的奇妙冒险 应该会有很多标签直觉地浮现在你们脑海里面 例如很有特色的画风 替身 楚行曲 欧拉欧拉 姆达姆达 啾啾力 以及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迷婴之类的 鸭鲁吉 我的名字是吉良吉隐 这是说谎的味道 但我拒绝 对 这些东西确实是本作无可撼动的标志 我相信你今天就算连一部啾啾都没有看过 也一定知道其中一个梗的用法 又或者是在别的作品里面看到啾啾的致敬 但是呢 像这样的现象也多多少少让人们搞不太清楚 这部到底在演啥 怎么会有这么多有了没有的富标 蛤 黄金之风 蛤 幻影血脉 因此这边我得先告诉各位新的观众们 啾啾实际上是一部怎么样的漫画哦 首先第一点 这是一部铁铁的战斗漫画 呃 对 可能会有人觉得我在讲废话 你告诉我哪一部王道上有没有不打架的 但是 不 我特别说啾啾是战斗漫画 是因为它里面有近90%的比例都在打架 而不是像一般的少典漫什么海贼王鬼灭之刃 战斗多少还是用来辅助剧情的 看啾啾 尤其是第三跟第五部 你可以强烈感受到剧本很多时候 只为了把战斗场面串起来而存在 走到一个地方 选一只怪 然后排一个角色上场打就这样周而复始 而这部之所以会好看一半的原因 也是因为它的战斗真的非常的独树一格吼 这我们后面会再解释 这里我们先讲第二个大重点啾啾的部数 打从1986年连载之初到2021年的现代 荒木飞驴一共出了八部的99 全部均已完结 第一部幻影血脉 第二部战斗潮流 第三部星辰远征军 第四部不灭钻石 第五部黄金之风 第六部石之海 第七部飙马野狼 第八部啾啾里恩 呃对不是Lion 是Leon 每一部的时空背景还有主角都不一样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 没错主角都叫啾啾 并且绝对需要注意的是 一到六部的剧情是有最低限度的连贯 但七八却是完全重启过后的故事的 而且呢论长度的话 七八也隐隐超过前六部的平均长度 因此要从哪部入坑对新人来说也算是一个小课题 一般来说最多人推荐的应该是从第三部 也就是最有名的成太郎那一部入坑 如果是对普罗大众的话 我觉得讲推是还蛮正确的 但反正今天既然我们有多一点的时间 这里就来给各位一个更详细的99速配度小测验吧 如果你原本喜欢看的是异世界类型 刀剑神域史莱姆这种主角超强 随便就可以碾压敌人疯狂耍帅的战斗爽翻的话 那对不用怀疑第三部成太郎入坑就对了 而如果你喜欢看的是进阶巨人钢字炼金术师 这种比较有认真在讲故事的 主角明显不是最强 而且整天下来还会有一些反转啊 伏笔回收啊 这类正当的剧情元素 那你可以从第四第五或者没错第六部入坑 最后如果你是个正常人的话 那就从第一季也就是第一部跟第二部开始看就对了 这样看毫无疑问 百分之一百是客观最好的看法好不好 然后是各部主题还有时空背景的简单介绍 看有没有对特定哪些题材特别有兴趣的 可以直接从那一部入坑哦 第一部幻影血脉 剧情讲述在1886年的英国 贵族之子乔纳森乔斯达与他老爸收养回来的弟弟迪奥布兰杜之间 展开了一段宛如沙翁名剧般的兄弟之争 第二部战斗潮流 主角是上一部乔纳森的孙子乔瑟夫乔斯达 讲述二乔周游列国为了打败上古生物柱之男 而踏上了一段印第安纳琼斯之旅 第三部新陈远征军 时空背景是1988年日本 主角是上一部二乔的外孙空调陈泰兰 讲述陈泰兰为了拯救妈妈而踏上前往埃及击败乔斯达家 世仇迪幼的观光而不对 冒险 前期给人的感觉很有勇者斗味龙的史诗感 但后面其实大多时候比较像搞笑漫画 第四部不灭钻石时间定在上一部11年后的1999年 主角东方藏助是上上部二乔留在日本的私生子 而剧情则是在讲藏助与同伴们为了揪出躲藏在小镇里面的连环杀人犯的故事 这部有一半时间是认真在追查真凶 但另一半就很有小镇去纹路大家开心过日子的欢乐日常感 第五部《黄金之风》年代是2001 主角是迪欧之子 备注迪欧用乔纳森的身体生的孩子乔鲁诺乔巴拿 然后舞台搬到了意大利 讲述乔鲁诺为了争夺黑帮大卫 而与伙伴们奉命护送老大私生与的机密任务 是一部很有纠久风格的黑帮斗争片 第六部《时空背景》设在2011年的美国 讲述成太狼的女儿空调徐伦 被了男友开车造势逃逸的黑锅被关进大牢后决心逃逸的故事 这部前期是还蛮有风格的监狱风云 但后面不知怎么的开始越变越神棍 是前面一到六部故事线的一个大总结 最后七八部第七部是主角乔尼乔萨去参加一场横跨美洲大陆的赛马之旅 很有西部片的味道 至于第八部啾啾利安主角东方定住 你就暂且把它当作第四部的超级复杂魔改版吧 因为七八部是当初黄母老师为了迎接新观众来开启的系列 里面有非常多一到六部的元素 只不过以不一样的方式呈现 像可能同一个角色的外表跟个性完全相反 还可能出现同性但不同名甚至不同性别人物等 可问题是到这个阶段 啾啾的叙事基本已经是彻底跟主流脱节了 再加上动画版推出重新带起了一到六部的人气 而导致说这个本该是为了新粉而化的新片 反而成了只有最甜的啾粉才给得到的一个超级复杂平行宇宙这样 所以我个人是一概不推荐从七八部入坑 基本上每一个爱看啾啾的人都有他们最喜欢的一个部署或者最爱的啾啾 像你要问我的话仅穿越我自己最喜欢的就是一跟四部 还有这两部的主角大桥还有帐柱 欢迎所有也想要来安利一下自己最爱部署跟啾啾的观众朋友们 到下面留言告诉大家你的理由 好的各部署的介绍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讲啾啾真正的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 对少年漫画来说拥有一套吸引人的战斗系统是决定你作品成败的关键 不管你今天是要猜拳是要结印是要呼吸还是万解 只要你有办法创造出一套成功的战斗系统 你的作品就可以一飞冲天 而99在这其中都绝对可以算是数一数二成功且具有影响力的案例 本作战斗大约可以分成三大朝代 第一代是波纹气功 这是第一跟第二部的战斗模式 第二代是他家最熟悉的替身 就是三四五六部的战斗方式 至于第三代就是混合着替身还有新的回转 广义来说就是另一种波纹的战斗模式了 这个属于七跟八部 乍看之下是还差蛮多 但我觉得这还不算是让99跟其他漫画做出区隔的原因 因为对我来说不管是哪一代 本作战斗的核心都还是不变的 也就是智慧 是的少年伴常被诟病的输出 全靠猴在99里面几乎不存在 嗯对我会说几乎 新闻是不是还有 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的主角群 想要脱离险境或者打败敌人 都得靠他们的集中生智才有办法达成 因此跟龙珠海贼这些一天到晚都在上天入地的家伙不一样 99战斗打得非常之琐碎且小家子气 主角群不会被陨石砸死 但可能会在一家鞋垫插点杯台迷你小坦克给弄死 不会被海王泪给一口吞掉 但可能会被从汤里跳出来的一只小食人鱼给咬破喉咙之类的 这就使本作的战斗有着市面上80%以上作品都不具有的精彩 还有高潮叠起 可是同时呢 他们一打起来的那个啰嗦程度啊 也绝对是其他漫画的十倍 恩对 因为这些家伙打架打得是真的很细 所以场上总是有一个人负责噼里啪啦的把剧情战发生什么给通通讲出来 而有些时候真的是还蛮没有必要的 恩对 我有眼睛我看得出来好吗 不过只要一看久了 你其实也是可以把这点当作我捐捐的一项特色来享受啦 好 那结束前我决定要来特别针对我上片当下 应该已经推出的十之海发表一些感想哦 十之海呢 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99里面数一数二具有突破性 可同时呢 却也数一数二有问题的一个部数 评价两集真的不是没有原因 但是目前单就才刚推出的一到十二话 依我推测大概是到前三分之一的剧情 无疑还是非常精彩的 你们知道 尤其是徐伦这个主角个性非常突出 而且在帅还有可爱之间取得了一个很好的平衡 然后成太郎也不是来打酱油的而已 他在故事里面是真的有其必要性的 虽然那个登场的篇幅加一加 应该还是没有第四部那么多 可是就 对啦 这大概是你唯一一次可以看到 不是把所有力气都拿去耍帅成成太郎 再来十之海由于是第一个一开始就决定好副标部数 因此那个剧情背后的一些象征意义 也算是哪从比较前面就已经有被强调出来的 如果你还对第五部的结局有印象 那十之海将会更加深入去讲有关 石头 命运 还有奴隶跟自由之类的话题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啾啾简单入门 指南了 我是景川一 时隔三年能够再度回来讲啾啾 感觉真的是挺棒的 倒是三年哦 要说长真的上还蛮长 都够一个国中生考进高中到高中毕业了 但要说短确实也不能说到很短的一段时间 这次十之海由网飞先行独占播出的这一个招数 我觉得上还蛮诡异的 而且一次就把1到12集丢出来 也让人不知道后续的集数什么时候会出来 难不成要再等12个礼拜吗 好吧 先不管这么多 就希望十之海还有这部影片能成功带更多粉丝进入这个圈子吧 我是景川一我们下部影片见